對 我們是覺得 對於高雄治安暴力事件 酒後駕車還有毒品 市政府的態度是零容忍 那這次前政分局發生的槍擊案 對前政分局長 我們提出最嚴厲的警告 再類似發生這種暴力犯罪事情 我們一定要撤換分局長 再下來如果再不行 警察局局長本人就要負責 所以請高雄市民朋友 要相信市政府的團隊 對維護治安的決心 絕對不會打折扣 另外一點 跟去年同時期的暴力犯罪來講 我們今年大概減少了418件 減少了2% 那破案率提高了2% 所以高雄市的治安 因為這個個案之後 希望所有海內外的朋友 來高雄觀光旅遊請放心 我們的治安大致上來講 還是非常的平順 可以放心的來旅遊 來觀光 以及來投資 高雄市還是非常友善的城市 這一點我想一併要跟大家來報告 有關昨天晚上發生的街頭暴力 那最主要的就是 逐播業者在網路上互嗆 引發的衝突 目前我們警察局已經成立專案小組 如果我們刑警大隊 統合所轄的古山前鎮分局 還有我們報請檢察官指揮 那檢察官是由樓檢察官親自來指揮 已經參加過我們一次的專案會議 另外因為我們現在所發現的 有17個是外縣市的 所以我們特別請我們刑事局爭霸隊來協助 所以整個專案小組非常的能力非常的強 目前啊正全力在追擊當中 快點 來開我們 找到 到 找到 找到 你 我們 對